主教會議不是只是開會那班人 談完出來 直接影響到我們做基督徒 在唐區的生活 大家好 好年來好 好辛苦 開心見到你 終於終於 我們真的不用透過Zoom來做訪問 是 實體 羅馬 其實你都不是第一次來羅馬 我第二次 也是同一個原因 為了主教會議 鹽宇光來拍攝和採訪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上次來是第十四屆 非常務 當時有劏書機 九年後來到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這就是常務會議 第一次有甚麼深刻印象 最深刻印象是每天都找湯鼠機做 哈哈哈哈 第一次深刻印象是 真的進入一個主教會議的大廳 在寶路六世大廳裏面有一個主教會議的Hall 那裏就帶了200多人左右 每一個座位都有翻譯的儀器和投票的儀器 上次就是每天都要開會 很開心地 真是很慶幸我們能夠看到整個會議的過程 很多人說吵架 即是在這裏辯論 開會 不同意見 我不辯論 怎會有東西產生呢 但是很有趣的情況就是 跟教宗方制國社的仲偉弟兄 你會看到真是弟兄 一個兄弟辯論員 你有你的論點 我有你的論點 他們用一些很神學的近跡 很厲害 然後完會議出來 你會看到他們搭肩膊 攬頭攬頸 兄弟那樣 兄弟那樣 不是像外界那樣 他們不妥了 這個不妥 那個不妥 這個不妥 喊完膠出來 一樣 大家繼續聊天 只不過是為一件事 為教會好的方向 開會之前 全部主教 全體主教 一起去唱聖詠 一起去祈禱 去呼求聖神 那是很神聖的時刻 這個會議不是單單像平常開會 而是一個15分鐘的時間 祈禱、默靜、聽讀經 經過一輪聖神的引領後 才進行會議 真的要相信 這是藉著聖神 帶領你開會的一個會議 而不是個人論點、觀點的會議 上次與今次採訪的分別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來到採訪 無論你去保濕青年節也好 或者來到梵蒂岡再採訪 我們要經過一輪的申請 成為這裏的訪問 可以去拍攝的記者 給我們一個靜寫 今次多了許多的規矩 去做 譬如在場地裏面 我們不可以真正正正的活動進行時 不可以做訪問 以及當中 我們所有記者傳媒 不可以做現場直播 例如你做一個剛剛書記的作聲典禮 我們不可以做Live Stream 只可以在梵蒂岡說的做Live Stream 我們分享他的Live Stream 這樣去做 記者要很按照規矩去做 大家都開心 如果你按照規矩 它又可以帶你去哪裏拍攝 尤其是書記作聲後 他們亦被記者優先帶我們去見 跟所有書記祝賀 做一些訪問 然後才到其他參與者排隊入現場 這次的主角會議 你有甚麼期望呢 期望過程順利 因為都是第一期的會議 因為2024年是第二期 希望今次不同的地方 有464名的與會者 其中300多位是有投票權 有50多位是女士 期待更多聲音 教會聽到更多聲音 出來的結果 你問我有甚麼期望 就更加貼地 真真正正和教友 跟有需要的服務的人共耳同行 這就是可以期望到的事 無論是主教或書記 都可以和大家同一個程度去行 最後有甚麼想跟香港人說 我們香港的教友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Sorting Light 是做很多事 尤其是廣東話的節目 訪問等等 現在可以和大家說甚麼呢 希望大家繼續為天主教 傳媒工作時期祈禱 無論是在香港或在外地 希望我們都能夠藉著聖神 去報道一些最正確的訊息 給大家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跟著主流的媒體去報道 我們去報道教會需要 大家了解到的訊息 亦都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為 與會者 特別是主教會議去祈禱 因為真的很需要 尤其是這麼多人 以前是二百多三百人 現在是四百多人 四百多人 每人一句的時候 都有四百多五百個意見 如何將這些意見 匯合成一個工作報告 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出來 2023年2024年 還要整個年來做 所以是需要天主的大力 亦都為教宗方制國的健康祈禱 希望大家了解到 是關你的事 主教會議不是 只是開會那班人 談完出來 直接影響到我們做基督徒 在堂區的生活 所以不要覺得不關我事 是關我們事 希望大家繼續彼此糊塗 繼續將這份愛帶給身邊的人 深深多謝你 多謝你 好 天主保佑你 希望你的工作順利 還有你的團隊 祝你們一齊順利 明天沒有日子 Ciao 拜拜